香港真的有人在香港拍攝 就跟大家都聽過的人有關 那天就是愛迪生 愛迪生有間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愛迪生不是真的發明燈淡的人 他只是註冊了專利的人 愛迪生是甚麼都做的 其實愛迪生是甚麼都做的 他好像Tesla 愛迪生公司就是Elon Musk 火箭也混在一起 即是WiFi 其實他們兩個性格可能有點像 他們都是超級以商業優先考慮的人 道德可能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好 就是在讀事大狀那天 那天是年初一 然後無緣無故坐在遠方的一個人 電話一響 然後他拿著電話 恭喜發財 阿水哥恭喜發財 這個我一定要討伐 我自己最深刻 其實沒有 只是純粹有一次去看 甚麼比悲傷 這麼悲傷的故事 然後聽到很多人在嘴裡 在牆上 即是我壞 我沒有悲傷 大家都嘴裡 你又不知道要不要拿紙巾出來 有些人自己一個去看 即是那個平安東西 我感覺到有些人去看 都是求傷心 又不太多意思 可不可以給她一張紙巾 自己一個 你經常到處派 你要不要拿紙巾 小姐 你又要不要拿紙巾 在紙巾上寫電話和名字 原來是電影院 1913年 有個香港人 叫黎文偉 1913年 透過一個 即是他的朋友 認識了一個美國人 那些美國人 拍香港的景色 他決定拍一套 以中國故事為主題的電影 導演 去到一個演員 都可能是同一個人 因為找不到人 YouTuber根本全部都是自己 所以他們當時拍了一套 叫莊子示妻 莊子一定要有 莊子示妻 莊子示妻 莊子就是黎文偉的哥哥 莊子示妻 就是妻子 妻子是母人 母人就是黎文偉自己 反而那個婢女 就找了黎文偉的老婆去做 所以這套劇 這三個演員 全部都是自己 全部都是自己人 這個很有趣 最高的演員 霊子示妻 程序